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7月18日,这期热点深度,继续关注郭文贵,他所处的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发生意外。 另一边,虽然郭文贵欺诈案陪审团做出了裁决,但在未来有很大概率,郭文贵会迎来更多的起诉,这个分析,我们会在视频后面逐渐展开。 7月16日,郭文贵被纽约曼哈顿一个陪审团裁定多项罪名成立,包括欺诈和洗钱。 同一天,根据喜马拉雅交易所官网的一则通告,鉴于近期发生的影响市场环境的事件,我们决定暂停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和喜马拉雅支付的功能。 采取这一积极措施是为了保护您的资产,确保其安全。 您仍可登录账户,但交易活动暂时无法进行。 我们将对此进行审查,并向您提供最新信息。 我们还在审查下一阶段将采取的法律行动,以保护您的资产。 请放心,我们将致力于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来保护您的资产,并维护交易所的稳定。 不知喜马拉雅交易所何时会再恢复。 7月17日,在郭文贵被关押的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发生了一起意外。 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周三,美国司法部宣布, 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一名36岁囚犯在狱中斗殴中受伤后离世。 据联邦监狱管理局称,这名囚犯埃德温·科尔德罗被送往医院,之后被宣布离世。 官员表示,没有其他员工或囚犯在这场被监狱员工制止的斗殴中受伤。 科尔德罗的律师安德鲁·达拉克称其客户的死亡毫无意义且完全可以避免。 并补充说科尔德罗是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又一兽害者。 这个拥挤、人员不足且被忽视的联邦监狱简直是人间地狱。 这里最重要的信息是,自2021年联邦监狱管理局因曼哈顿另一监狱状况恶化而关闭该监狱以来, 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一直是纽约市的主要联邦拘留中心。 根据该中心网站的信息,目前探视已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也就是说,即便郭文贵有被探视的权利,但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人可以前往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看望七哥。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郭文贵将于2024年11月19日被判刑, 他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也有极小的可能性被引渡到中国。 对郭文贵来说,这一判决是他非凡人生轨迹的终点。 郭文贵在中国最初是靠建造酒店和收购一家证券公司发家的。 郭文贵深知深无分文的滋味。 据《纽约客2023》去年发表的一篇人物介绍, 郭文贵1970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的一个贫困家庭, 一家有八个兄弟姐妹。 他曾入狱服刑,后来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 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自己承认,他与中国情报部门建立了关系。 郭文贵后来说,他的财富和人脉让他了解内幕, 但也正是这些关系, 让批评者指责他, 包括在美国法庭上, 是一名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双面间谍。 在此过程中, 他与中国令人畏惧的国家安全部的高级情报官员马建结盟。 郭文贵利用获取的敏感信息扳倒了阻碍他的人, 其中包括一位反对他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附近 建造一个大型办公和酒店综合体的北京副市长。 2015年, 马建被政府拘留后, 郭文贵在中国的生活戛然而止。 他逃到美国, 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一封推荐信的帮助下, 赢得了大楼合作公寓委员会的批准, 买下了一套价值6800万美元, 俯瞰中央公园的曼哈顿顶层公寓。 2020年6月初, 在纽约的首次新冠疫情封锁即将解除之时, 一对小型飞机让许多市民大惑不解。 他们拖着横幅在市区上空盘旋, 上面写着, 祝贺新中国联邦成立, 并悬挂着一面看起来陌生的蓝旗。 当时看到的人无不感到疑惑。 几天后, 谜底揭开了。 郭文贵和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 现身一场网络直播。 他们一起出现在自由女神像附近的一艘船上, 背景是同一面蓝旗。 两人有些尴尬的轮流对镜头讲话。 郭文贵宣布, 我们要赶出马列主义, 流氓的共产党, 独裁的共产党。 郭文贵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中都取得了成功, 直到最终失败。 以下便是结合已经发生的 事实的简单分析。 或许是考虑到, 郭文贵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中都取得成功。 美国政府在针对郭文贵的调查中, 或许准备了多项后备方案。 也就是说, 假设郭文贵得意侥幸逃脱10亿美元欺诈案的定罪, 那美国政府可能的后备方案就会被激活。 未来, 郭文贵还会面对更多的起诉。 举例来说, 美国政府很有可能会针对。 发生在2023年3月15日, 美国纽约曼哈顿上东区, 郭文贵位于纽约第五大道雪丽荷兰酒店的公寓发生的火灾, 对郭文贵进行起诉。 根据媒体Mother Jones在2024年5月21日的报道, 联邦检察官透露的证据表明, 郭文贵以及与他同住的一名未具名人士, 有机会和动机。 在郭文贵于2023年3月被捕后, 数小时内引发了严重损毁其豪华顶层公寓的火灾。 检察官在周二的提交文件中表示, 郭文贵的律师应被禁止在庭审中提出联邦调查局特工 或中国特工引发火灾的说法。 如果他们提出这种说法, 检察官将提供证据表明郭文贵和个人义应该对此负责。 文件称,这将导致一场令人困惑且耗时的小刑审判, 评估郭文贵是否犯有纵火罪, 从而成为潜在的煽动性插取。 根据政府提交的文件, 纽约消防局和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调查发现, 火灾始于靠近个人,一卧室的一个壁橱内, 壁橱中储存的可燃材料引发火灾, 随后火灾蔓延到多个房间。 尽管调查结论为火灾原因不明, 检察官在文件中指出, 在联邦调查局逮捕郭文贵后, 个人一曾要求从他们的卧室拿走一条项链, 因为它有纪念价值, 而这间卧室靠近火灾起源点。 数小时后, 火灾烧毁了郭文贵的一半公寓, 此外, 检察官引用了一系列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 郭文贵在其中呼吁追随者发起 火焰运动或火焰革命。 在2022年12月2日的一段视频中, 郭文贵在其住所阳台上表示, 当你一无所有时, 你能做什么? 唯一的武器就是火, 并指着自己戴着的红帽子说,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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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虽然郭文贵似乎是在鼓励粉丝用火来对抗中国共产党, 联邦检察官认为他的多次纵火暗示可能与其公寓火灾有关。 文件称, 被告和个人以至少有机会和动机引发火灾, 威胁了多名执行法院授权逮捕和搜查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生命, 更不用说住在雪梨荷兰及其附近的众多平民, 以及冒着生命危险阻止火灾蔓延的消防员了。 根据这场火灾, 美国政府可以起诉的选项或许就有纵火罪, 销毁证据罪, 二级谋杀罪等等。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在2019年对郭文贵的豪华顶层公寓进行另一项调查时, 找到了大约96部手机, 其中约一半装在屏蔽信号的法拉地带中, 并存放在保险箱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工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